他做了 你做什么 你看我干嘛呀 做你的 你把简历给我呀 还是说你跟他一样 接下来就没有个简历 抱歉 这是我的简历 谁带的年轻人啊 跟咱们那时候真是没法比 要什么资历都没有 你看这 嗯 莫小剑你这每天我公司招的都什么人呢 不是混的就是骗子 骗子 请你说得仔细一点 他 拜托你呀 以后做家也做得真一点 就这种资历 能来这种公司 你对自己的公司 还没有信心啊 我 我们能不能就事论事 就事论事就是你完全不看好自己的公司 如果你连面试员工的时候 都是一副明天公司就要倒闭的样子 那还怎么召集人才 你说得太对了 他就 他老是这个样 即便公司真的没有实力 你也要有信心 有信心才能有运势 才能摸到好牌翻身 另外 你是公司的职业总监 是啊 那我说句题外话 你觉得做HR最重要的是什么 您 您觉得呢 是识人之能 否则摸到了王牌认不出 那就太可惜了 王牌 就 就 就 他这一套差点给我绕进去 你的意思就是你俩是王牌 是吧 那谁是大王 谁是小王 那你是面试官 这肯定由你来判断了 不过就算是千里马 也需要伯乐 对不对 你们俩 认识 算是吧 不熟 我拜托你们能不能 把这个气儿通明白才来呀 之前面试过几家了 我在国外的时候没有面过 直接录用 回来这是第一家 你呢 出语之前没面过 出来以后第一次 你是康纳尔大学计算机系硕士啊 对 荣获甲骨文优秀实习生的称号 若维 搜索什么 搜索搜索 全球总决赛 你这些都是真的吧 当然是真的 王牌 好厉害呀 有情提示啊 张总盐 这董总啊 后天就回来了 您要是再招不来人的话 您要是再招不来人的话 就只能准备字短一臂 给他下饭了 不是 你说 你们评定里 就 就这公司啊 干活是我干 挨骂是我挨 他们什么都不干 就玩游戏 吃东西 不容易吗我 那也是挺不容易的 不是啊 公司是大家的 但总要有人站出来带头吧 你承担了更多责骂 只能证明你做了更多的工作 不干活的当然没错 想挨骂连机会都没有 是啊 他说话很有水平啊 你叫 李寻 对 李寻 这小火 是啊 说说话多轻松啊 什么信心啊 什么运势啊 嘴巴一张一盒就出来了 根本不应付责任 对吧 对呀 你看 什么叫觉悟 什么叫格局 就这 对呀 对呀 我觉得今天对二位的了解也差不多了 你 我 我回头跟您联系啊 慢走 你等会儿呗 你 然后 谢谢观看